泰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圣地之一 它位于台湾东北部的花莲县 以其壮丽的峡谷、奇特的岩石和丰富的生态而闻名于世 以下是一些泰鲁阁国家公园的主要景点介绍 1. 泰鲁阁峡谷 泰鲁阁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拥有壮观的峡谷和悬崖峭壁 你可以沿着峡谷的步道漫步 欣赏到奇特的岩石景观、清澈的溪流和瀑布 2. 燕子口 位于泰鲁阁峡谷入口处的燕子口 是一个受欢迎的观景点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峡谷的壮丽景色 你可以在此处观赏到泰鲁阁国家公园的迷人风光 包括峡谷、山脉和瀑布 3. 泰鲁阁牌坊 这座牌坊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游客常去的拍照点之一 它标志着进入泰鲁阁峡谷的入口 给人们带来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感觉 4. 泰鲁阁温泉 泰鲁阁国家公园附近有一些温泉区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放松和泡温泉的时光 温泉水具有疗效 对身体和心灵都有益处 5. 谷关 谷关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一个小镇 也是许多游客的停留点 这里有各种餐厅、商店和住宿选择 是探索泰鲁阁的理想起点 6. 神乐岩 神乐岩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一处奇特的景点 被誉为神话的堡垒 岩石形成了许多壮观的洞穴和岩洞 令人叹为观止 7. 塔塔家原住民文化村 这个文化村向游客展示了 泰鲁阁地区的原住民文化和传统 您可以了解到塔塔家族的生活方式 手工艺品和传统舞蹈等 8. 美猴坛 美猴坛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一座湖泊 被环绕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 这里的景色宜人 可以欣赏到湖泊的倒影和周围的自然风光 9. 李家古道 这条古道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一条历史遗迹 也是一个受欢迎的徒步旅行线路 你可以沿着道路漫步 感受古老的氛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 这只是泰鲁阁国家公园众多景点中的一部分 无论您是喜欢探险 追求自然美景 还是对文化遗产感兴趣 泰鲁阁国家公园都能满足您的期待